而在两天前 天平台风第一次登陆的时候 在花莲也造成了严重的灾情 其中复礼乡的罗山村更传出 有一名57岁的男子 为了将饲养的儿群赶走 不幸被洪水给冲走了 他的遗体目前终于被找到 而这名男子也成为天平台风风灾 传出的第一位罹难者 温文泥水不断从山坡冲刷下来 原本平坦的道路也变成一条河流 就连有着台湾大米苍之称的花莲副理香稻田 也几乎都泡在水里 这是两天前天平台风带来的风雨 引发花莲严重的灾情 当时有一名57岁的曾姓男子 为了将饲养的儿群赶到安全的地方 冒着风雨来到农舍 没想到罗山瀑布因为风雨交加 导致山洪爆发 曾姓男子来不及逃走 就这样被洪水冲走 直到隔天遗体才在下游的九岸西畔被发现 警校获报后立刻派员打捞上岸 经过初步的查证 就是失踪多日的曾姓男子 他被发现时头部破裂 上身赤裸 穿着西装裤 身体因为泡水有点浮肿 家属也连夜赶到花莲指认 警方表示曾姓男子平时就居住在西边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没想到这次因为颱風而丧命 而他也是目前天平颱風风灾传出的第一名 罹难者 记者综合报道